越滚越大又多了一名受害者 有一位核心女患者她现身说法 说去年罹患了卵巢癌 想要缓解化疗的不舒服 于是到肾堂中医来求诊 前前后后她看诊十个月 吃了自飞药花了超过七万 没有想到自己还牵中毒 得住院解毒 越治越糟糕 苹果日报创办人林志英 在昨天被捕24小时后 仍然没有获得释放 今天一大早 她被警方带去了西贡 要搜查她的游艇 而香港人则是以大买报纸 大排长楼来表达力挺到底 今天港警国安处也大动作的 逮捕黄之锋的战友 其中包括了学运女神周庭 港警指控周庭和香港被制裁 触犯了港版的国安法 把她给押往警署 而黄之锋也随即在脸书预言 自己应该就是下一个被逮捕的对象 大哥发生了严重的警民冲突 大批的群众他们冲进了高级商业区 打破了玻璃 掠夺高价商品 包括了精品包包 还有电动车相关的配件 一度还发生了警民驳火事件 芝加哥警方表示 整体事件就是犯罪行为 而逮捕的嫌犯超过100人 与淹水真的不要冒险出门 在尼泊尔有骑士冒险骑车渡河 结果差点没命 在美国宾州还有一位父亲 洪水中开车出门 结果一家五口都受困在激流当中 我们的地球气温正在逐年上升 科学家预测 今年会是史上最暖的一年 就连欧洲阿尔卑斯山也热爆了 大片冰河正在溶解 今天就有民众直集到瑞士冰河崩塌 瞬间壮观惊人的现场画面